根據律師記載陳世宏平屯六國 同一天下為了風之外邦宜祖的侵犯 派到台軍到更當法婆主秀 到了整條被韓國做老邦消滅力厚 他們沒辦法回到中原 所以老下向台驚孫 就變成第一代客家人 第二代這個客人是整條 三世 河北 河南 一臺人紛紛到黃河向南方逃亡 第三代客人是整條天佈禮堅 安樂山 蘇生 明條做法 以及在喧夫禮堅 黃河叛亡 八時受到撇海 之後紛紛搬到更生性的細部 福建性的細部 南部 以及更當性 當部和百部 第四代客人是南宋美年 蒙國台軍進攻中原 八時之後就在家鄉撇南 第五代客家人是明條萬年到青條粗年紛亂期 結果內陸的客家主帝有一部分 就叫黑水高到台灣開墾用電 也有一部分以明到南明一臺開墾創業 他很確定客家人的祖先 原來都是來自中原 他就三四年 日本交付九年出席在冰冬冠萬元鄉 我明明理論你的文公 因為他的老伯是一個陰水師員的人 認為心裡會客家主題 一定要他了解客家文化 因此 自文公遂限時就安排 他軍事名書學習 數數五經 同時宋宿以及各種中原客家古文學 做資料文公在客家文學方面 有相當的成就 他就兩年 他為尚特唱片唱片所管的 客家流行歌曲的時候 就發揮他在客家文學這方面的財法 每一首歌宿都寫得真有審度 尤其是那首夜行快車的歌宿 只要用心跟他欣賞一定會學 就說他真正的食料吃好 真吸引人 野行快車是文公選 已經五千年 日本交付了三十二年 共村鐵夫很熟 吉田政很客 日本極限歌王 有我們的英國英國 所證的這首 尤其年來年 國土 這首日本歌曲 按照日本歌宿的內容 直接給他翻譯成客戶的歌宿 不過文公的歌宿二句 完全是採取客家古文學的小法 當時還要配合他極點大伯 像我們男生賣力的這種吸聲的歌聲 不但說客家人會聽到滷汽滷水 就是不可以客家人聽到滷汽滷水 這首歌曲 這個文公所穿的野行快車 我們現在有特別 請文公在本身來唱來表演 所以說現在邀請你來 來作為欣賞這首歌曲 做野行的快車 作詞和歌曲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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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